然后片子里其他场景的话 其实我用的都是商城里买的 然后自己改了一下材质啊 一些颜色什么的 一些都没什么值得讲 就是一些小的修改 关键是你只要保证整个场景的颜色呀 颜色的色相和角色不要有太大出入就好了 然后你因为买商城的东西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可能会不同艺术家做的 他们的颜色会特别不一样 有些人的石头会特别的黄 然后但是你的森林有可能是绿 所以买的时候尽量买风格一样的 然后像现在MagScan它不是免费了 MagScan的东西质量都蛮高的 然后如果买来颜色不要自己调一下颜色呀 调一下那些就OK 所以这就是这个女生的一个绑定的角色的setup 她的脸可以看到就是刚才用的这一张 这一部分用的是她的这一张 但是我把它 但是我把它放到了一个身体上面 把它接到了一个身体上面 那这一部分 其实身体绑定 就很普通的身体绑定 想讲一下这次用的面 脸脸部是怎么用的表情捕捉的 这里可以看到刚才的幕后里面 这里可以看到刚才的幕后里面 这是动作不做 那衣服很紧的 刚说哪了 对这次是用了iPhone的一个软件叫Facecap 但其实因为iPhone它从10之后 它不是有那个FaceID了吗 那FaceID的话 它其实可以把脸的表情数据给它 脸的表情数据给它转换成FBX FBX的话 我们就这个看到的这FBX iPhone的RADATA 那我们就把它的上面 它的FBX是50个BlendShape 然后每一个它是FaceSpace 所以每一个动画都是BlendShape 然后我们就把它的这个BlendShape 给它相当于重新remap 这个应该怎么说 重新连接到这个Rick的脸上面 所以就可以用这个iPhone的头 来驱动它这个头 后面其实还有一个例子 我找一下 这里 这里 所以可以看到 虽然它的动部不是完全完全的完美 特别对脸来说 不是完全但是它给你一个基本的时间 给你一个基本的很好的第一层 那你上面只用把所有的动作都给它放大一点呀 或者在上面再调的话就会方便很多 从比一开始手K 一阵一阵一阵来调会好会方便很多 所以脸脸在这里 所以看到的这个脸是我们这里有 这些控制器都可以控制这个人的脸 这样移动移动移动 但是在藏在了这个Rick里面 我们藏了一个洞谱的头 我们藏在这里 所以这个洞谱的头开了之后 你可以看到我们用这个 也可以 来 驱动这个脸 驱动了之后 我这里用的是Driven Key 其实这不是最好的办法 因为最好的办法是加一个中间层 然后这样子我们可以用 这一套控制器 再在这一层上面 再加另外一层动画 但是那个是设计到比较高级的绑定知识 那股今天就应该估计没什么机会来讲 Driven Key的话 Driven Key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SDK 这应该就不用讲了吧 没人回答 那我就不讲了 好吧 简单说一下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蓝色的地方 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吧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说 如果这一个Shape 这一个它的Blend Shape 等于0的时候 这个控制器在这里 等于1的时候 它放到最下面 在这两个地方 你设置两个点就OK了 好吧 那就稍微做一个例子 要是我怕讲错 这个Driven Key 一个项目Driven Key 大概就用一次 用完一次 然后就会忘掉 如果我讲错的 就谢谢大家的耐心 好 比如说我们做两个球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说 这个球往前走的话 我想这个球往上走 那我们就把 去到Animation下面 把key setDriven Key 在哪里 setDriven Key 相当于是用一个动作 其实有点像Max里面的Reactor 用一个物体的动作来 弄第二个物体的动作 那我们比如说 我们第一个Driver 我们把左边这个球 叫做Driver 我们就把它LoadDriver Set asDriver 然后我们把右边这个球 我们叫Set asDriven 那我们把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希望 这个球往前走的时候 这个球往上走 能够好看一点 对起 酷一点 好 OK 那我们就把说 球2的Z 的位移 来控制 球1的Y的位移 好 那我们现在 两个人相当于连起来了 那在这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key 然后 我把球2移到这里 球1移到这里 我再key 理论上来说 应该就可以用了 好 didn't work why 等一下 稍等 稍等 为什么呢 所以我就是怕讲错 所以 好吧 对的 你说对了 轴箱问题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好 重新来 重新来 好 剪掉 driver driven driven driver的x 控制 driven的y 好 在这个时候 key一下 然后 然后 我们把driver 往前移一点点 这个往前上一点点 我们再key一下 OK there you go 对吧 我就说我可以做的 最很简单 就是设置两个点 然后用一个物体来控制另外一个 刚才那个脸也是一样的 哦 稍等 把脸打开 把脸再打开 刚才脸的话就相当于我 在这里的脸的话 driver就是那个blend shape的竖直 然后driven的话可以是很多很多东西 等一下啊 有点卡住了 OK 来了 Come on 拖不过来 好了 OK 所以就是一样的道理 用 这个头的blend shape 当driver 然后来控制其他东西 所以就是这个数值 0的时候 这个在这里 然后1的时候 它在这里 就很简单 只不过这个这个这个步骤会很费时间 所以 尽量会写的话写个代码 直接让它自动帮你做就OK 嗯 不过最近好像有一个网站 他们出了一款自己的插件 叫mocapx 叫mocapx 可以相当于帮你来做大部分的这个过程 嗯 我们测试了之后 唯一的 它 它可以用 也非常好用 唯一的问题就是 它的 在 解算的时候 效率不是太高 它不是paralleled 所以 嗯 如果 角色 面部表情稍微负载一点 它的帧率会很低 很低 很低 所以在 真正的 做项目的时候 我觉得还没有成熟 但是如果自己可以 用的话 自己可以试试的话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一个小插件 呃 所以 大概 所以绑定的话 其实也就 像这些就非常简单的fk绑定 呃 腿的话 标准的ikfk 这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然后这个rig是paralleled 就是 它是 呃 同时很多部分被同时计算 看一下我可以找到那个 这个是应该我的rigger朋友来讲 我觉得会把它讲错 basically就是它可以同时计算 所以它的帧率 大家仔细看帧率的话 呃 是非常非常快的 但是因为这个模型 它的其实也不是非常的干净 但是帧率能保持在 如果就是你的绑定设置合理的话 帧率是可以很高的 下面想讲的一个刚才也有同学也提问到 呃 玛雅雅的n-class 有的是用一个新的拆计叫carbon 我给大家放一下 有的用和houdini的 呃 vellum 但是carbon的话我们测试下来是 非常非常 很令人 反而想不通它们怎么做到的 它们的布料插件 应该是我看过在玛雅里面 最好用的一个 基本上呃 默认的设置就非常的强悍 而且一般都不会崩溃 所以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不过呃 它要收费 所以 所以在这一个项目里面 我用的还是玛雅的n-class 呃 这个n-class的设置也是呃 我的rigger朋友帮我弄的 基本上就是 因为在做n-class的时候 或者做基本布料 布料模拟的时候 布料解算 这只是一步 只是第一步 你解算之后 你需要大量的后期工作 把解算出来的布料 给它调整到你需要 你需要的形状 因为解算的时候 很多布料会穿插折叠和一些 飞来飞去 然后通过 通过呃 怎么说通过后后期的一些 n-polish 我们可以把布料给它 给它叼 叼到我们想要的样子 然后同时也有一些布料 布料的动作 那在布料解算的时候呢 呃 第一个就是说呃 尽量建议不要直接把布料给它 变成比如说我单独 创建一个一个布 然后 我给它塞到那里 我给它塞到那里 然后就把它绑定到这里 就成一块布料 最好不要这样子 像这个的话 我们是用了模型里面的这一块布料 把它当作真正模拟 模拟布料 模拟布料 模拟布料的 input mesh 就是我们可以先 随意的 给这块布 给它摆一个起始的造型 那在这样子之后 我们说OK 这个造型我现在满意 那 从这里我再开始结算 同样的我也可以把角色移动到 这里 然后再开始结算 算是就省了很多的时间来 嗯 调整布料 从 如果像刚才 我只建一个平面 然后把它 把它给它绑定到人身上的话 如果我人 角色不在远点 前面几针 布料是会飞过去 然后再开始做的 MD的话 我们也测试过 它在MD里面 雕刻衣服的时候是很好的 但是遇到动画的话 它的引擎是好的引擎 但是它没有给你足够多的控制 比如说有些东西穿插了 你没有办法把它拉出来 刚刚说哪了 对这里 所以这样子 把它的原始的那个动画的 相当于动画摆的造型的布 给它做完input mesh之后 我们再开始结算 这样子 这样子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控制 基本上就是 同样对于头这里 好像也是一样的 对的 所以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技巧 就是不要直接解算 然后把它 把它的原始的 anime 把它做成input mesh 当布料解算完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插件 感觉不停的给大家介绍插件 但是自从上次出了教程之后 我发现大家特别喜欢插件 所以 我就给大家多介绍几个插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插件叫anime polish anime polish的话 它非常方便是你可以把 看这个视频 就可以在解算之后 再加一些点 然后把穿插的地方给它修好啊 然后或者 嗯 后面还有什么 可以把布料多余的动作 给它删掉啊 之类之类之类 但是这个插件好像现在 暂时不能用 所以 等它上线了再说吧 那么就不 不说这个了 OK Rick和布料解算 说完 下一个 我特别想讲的就是 就是在上一部教程里面 上部教程里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从 动作捕捉 把动作捕捉的数据放到 绑定身上的一个方法 然后事后我才发现那个方法很笨很笨 但是教程已经出了已经拿不回来了 所以今天希望能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思路 我们先把 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思路 是玛雅里的另外一个自带的功能 叫HIK 其实HIK我发现用的人其实不多 但它其实是蛮强大的一个功能 我们先HIK的话 它相当于一个玛雅自带的 骨骼 remapping的一个系统 我还是用例子来说吧 比如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 HIK 因为我这次用的 我上一次用的是 大部分用的是Maximal的动作捕捉 然后这次用自己买的那个设备 所以这次的动作捕捉数据 基本都是XS XS的骨骼其实比Maximal它要简单一点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HIK的角色的definition 这个定义 基本上你需要做的就是找到角色的骨骼 因为HIK是专门给人或者是biped biped应该是两族动物 它基本上骨骼就是那么几根 你只需要说 我把这根脚告诉我 你告诉HIK 这根脚是这个骨头 这根脚是这个骨头 这根脚是一个骨头 这样子整体走过一圈之后 HIK就知道了说 原来你的绑定里面的 绑定里面的这些东西的意思是这个 那么如果你下一个新的谷歌框架进来之后 你做同样的定义 那么两个谷歌框架就可以互相的互相的用一个的数据去驱动另外一个数据 那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例子吧 我们先 我看一下 用哪个例子比较好 我看一下我的笔记啊 讲忘了 我先开个玛雅 对HIK是会出问题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不用它太 它的设计速度是很好的 它是相当于 把整个骨头定义之后 它其实有实时的解算 所以你可以调整腰啊脚啊之类的地方 但是我们先看它最基本的功能吧 我导一个我之前的动作捕捉数据进来 呃 找 随便找一个吧 OK 这就是呃从直接从 access的那个 动作捕捉下面出来的数据 所以可以看到它的谷歌框架其实是很简单的 它没 太多的谷歌 那么现在我们做一个HIK的定义 OK 呃 那我们打开HIK 然后 CreditCreditDefinition 这样子我们告诉 呃 HIK OK 呃 Reference 这个HIK它有一点点特殊 就是它的reference在这里 但是最好的话 一般的话 reference都在底部 但是问题不大 我们把它 用reference在这里 右键 给它赋予这个 然后把腰赋予 这是我显卡驱动的问题 抱歉 呃 然后右脚下面 右脚的脚 右脚的脚 然后呃 脊柱 打开 然后更多些脊柱 特别这里注意HIK定义的话 一定要从下往上 就是比如说你看我们这里只有 一二三四个脚柱 一二三四个脚柱 但是HIK 它给了你大概八个空 八个空的话 不要这里这里中间这样子 一定要从下往上 因为都是从下面来驱动上面的 然后下面只要下面填满了 上面填不满也没什么问题 然后 呃 左边肩膀一样的 你看它的肩膀它给我们两个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 那我们就连里面这个 左边弄了 右边它也自动把我们弄了 左边的手臂 左边的前臂 左边的手 然后右边 已经弄了 脖子 下面 然后头 OK 诶 我的头怎么看不到 OK OK 这样子弄了之后呢 整个HIK的绑定就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给它先publish一下 所以这就是有一个好的 呃 Pimpline的重要性 比如说我随便叫一个 重新创建一个叫test 我创建一个叫mocap 呃 竟然没有mocap 我加一个mocap 这就是创建文件夹而已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文件publish export 我们叫它mocap 我们要publish成 我们publish成maya文件 然后记得一定要勾行export hosting 因为它的HIK的数据是定义在outliner里面看不见的东西里面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勾选 OK 好了 那我们回到刚才 不是这个 回到这个 那我们把刚才的mocap给它导进来 把刚才是叫test shot 把它导入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 那现在应该可以用刚才那个来驱动我们现在的rig 哦 耶 可以用 虚惊一场 哈哈哈 所以呃 这就是比呃 上一次在教程里面 讲的那个方法好用很多的一个呃 动作捕捉重定向的一个一个办法 这样的好处就是他现在我只是把它呃 用HIK来驱动 意思是我的第一个character 就是这个女生 是被source 是第二个刚才我们重定向的 重定向的那位 谷歌 来驱动的 那我如果有两两个mocap data在里面的话 我可以用不同的来驱动 这样子好处就是比如说 嗯 哦 如果没有prism软件的话 那直接就麻牙的导入导出就OK了 这就麻牙导入导出就OK 这样的好处就是比如说我在拍 previous啊或者拍其他东西的时候 我拍了很多条 但我不知道哪一条好 那我就可以把所有拍的全部导进来 然后一条一条给他放到决策身上来看 哪一条好用 这样子 因为现在我还没有bake 我还没有homepay 所以所有的 如果我现在把它取消到tpost的话 他就回到了 这样就是可以呃 来回来回 非常好 非常方便来 来做测试 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 动作捕捉的工作流程 很希望 大家能多用HIK 嗯 看一下下一个讲什么呢 那正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讲一下一些 嗯 mocap清理的一些技巧吧 mocap清理的技巧的话 有一个 我们先第一个就是多用动画层 动画层的话 比如说 呃 大家都可能用动画层是在一个已经有的 动作捕捉文件身上 来给他调一些 更多的东西 就是additive 就在不停网上加 但其实 动画层他有个很好的工程式 可以 把已有的这些动画的 把已有的这些动画的针给他提取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用权重来 控制 这一个 动画他到底影响多少 我觉得我可能讲 可能把你们绕晕了 我弄给你们看吧 好 比如说现在我选择全部的这些key 然后我去到动画层里面 然后我加一个新的层 其实我并不需要新的层 我就是把这个给他trigger 好 我们有了base animation 所以现在全部的key都是在这个base animation这一层里面 那我们如果 右键的话 我们打开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extract selected object 如果我们现在tpost的话 我们在tpost的时候 我们也同时点这一个extract selected object的话 我们就把刚才所有的针 给他提取到了一个动画层上面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我现在说我觉得这个角色 他他动作太大了 但我只想要50%的动作 那我就可以说 OK 我只想要50%的动作 那OK 我就把这一层的权重 给他调到50% 那这样的话 我没有调key 整个角色他动的就少 就少了很多 那我这个例子做的比较极端一点 那一般的话 你可以单独的把 手臂啊 把脚啊 这些给他单独提取到某些层 这样子你就可以通过层 来控制这个动画到底有多少 好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 把手臂再单独提取出来 好 现在我看着说 这样子我把脚提出来 我觉得他脚 他动太多 我不想要他脚再动 然后我就把所有的脚 选择 然后回到tPose 再右键 把它extract 然后我们教他 好 这样子 看着现在我把他的脚 我就可以通过这样子 单独控制他脚的运动幅度 其他部分还是一样的 只不过现在他的脚动的就很少 大家觉得就会有什么用了 对不对 因为很多时候 特别是在做 mocap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些时候一些 出来的数据 有很多的那种 躁波 就手会 手会抖 抖啊 头会抖 像那些地方 你也可以去到 你也可以去到那个graph editor里面去 把那些 曲线给他平滑 或者 方便一点 更方便一点 你就直接把那一个东西提起出来 提到一个层 那这样子把层的影响减少 这样子就很方便的来控制 每 你把甚至你把整个 动作补足的数据给他 给他模块化 手是一个模块 脚是一个模块 脐椎是一个模块 这样子的话就很方便的来控制 每一层影响多少 这样子修改动 动补数据的时候 会方便很多很多 那这只是修补的 第一个是动画层的一些技巧 然后 还有几个不知道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那我简单说一下 是 像刚才说的 有时候可能某些数据会特别的有造波 像比如说你看这里 会有很多的这样子 其实这个数据是已经 XSense处理过的 所以是还比较平滑 但是假如说有 我现在这里一段有造波 我想把它平滑一下 那玛雅他自带那个simplify 就是把曲线给他简单化 他就 过滤一遍 把所有的造波都给过滤掉 但这个一定要慎用 因为用的过滤太多的话 之前 呃 动动 动补数据的一些 呃 节奏可能就会没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非常小心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嗯 玛雅 这里有一个 呃 retimer 就 retimer的话就比如说有些时候 然后我们希望调一下 动补的一些节奏 就为我想这一部分稍微快一点点 那一部分稍微慢一点点 那么我就可以在这里设计一个 一个标志 然后在这里设计一个标志 然后在中间也设计一个标志 这样子我就可以通过 Dragon这一个 来重新画曲线 然后把整体都 shrink一下 都可以 这是比较好的一个retimer tool 那这个唯一的问题就是你retime之后 这个针就没有在 整数针上面了 你可以看到就进入了 好是这里 这个retimer 这个材料 正好